专注于带来潜力球人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两位专业热门 Jabair Smith Jr.和Chad Homogreen相继出局之后 人们把目光锁定在了Paulo Banqueo身上 他所在的二号种子杜克 遭遇了同分区的三号种子 德州理工大学的强势挑战 这两只球队从一开场就打出了高效的对攻篮球 德州理工在上半场以33比29领先杜克 下半场更是一度将比分 最多拉到到7分 每当杜克有起势的感觉 德州理工总能用三分球回应 看起来老K教练的最后一季恐怕要以不进八强而告终 这时候球队的壮业热门Paulo Banqueo站了出来 他用一次次的三分球帮助球队紧咬比分 靠着不断的突破篮下撕碎对手的防线 更送出了几个近乎完美的助攻 而球队的大二空位 跟我混有肉吃的吃肉哥Jerime Roach 则在杜克领先时利用自己的突破和中投 帮助球队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其实本场比赛杜克的先发五虎都发挥出了正常水平 壮业热门Paulo Banqueo12投7中3分球4投3中 超高效地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2分4篮板4助攻3强断 除了进攻能力之外 他在关键时刻的传控和判断也让人印象深刻 吃肉哥Jerime Roach也同样效率极高 11投7中得到15分5助攻 中锋Mark Williams则多次及时送出铁血火锅 还在紧要比分时 有一颗接Paulo传球后的大力Pico 横掌士气 全场也有16分8篮板三封干的入战 德州理工表现最好的则是大四前锋Brian Williams 全场砍到21分5篮板 但是没办法阻止杜克以78比73取胜 老K教练也就此收获了大学指教生涯的 第一百场疯狂三越的胜利 杜克下一轮会在巴金斯的比赛中 对上4号种子阿肯涩大学 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南区5号种子修斯敦以72比60 轻松将1号种子阿里扎拿淘汰回家 阿里扎拿包困主将马斯维 马斯兰在内 整队全场都没有找到节奏 从一开场就被修斯敦牵着鼻子走 马斯兰更是交出了封三以来的最差表现 14头只有斯中 拿到了15分4篮板3助攻 明天本届封三的另外4个精英8强名额就会产生 3月27号巴金斯的比赛也会正式打响 请兄弟们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